OK啦 好行的 快點正 當然啦 你回頭再來都還可以 好容易摺到 魚蛋檔就摺到我了 是嗎? 魚蛋檔? 喂 什麼呀 你們沒有光顧我嗎? 魚蛋檔是我開的 是嗎? 是嗎? 是哪裏來的 6月10日的去霸艇到兵團 今天就是星期五啦 林九 Naomi DiSan 今集就很有感覺的 但是呢 都不趕著先 最後我們才說啦 好嗎? 好啦 事不宜遲 立即入直路啊 那這件事呢 我覺得是挺搞笑的 其實呢 跟上個禮拜 我們說呢 有一點異曲同工的 是什麼呢 那我們來看看 男子的中區衝出馬路 的士不果 路窄 Iphone 沽爆了車窗 就是扔爛了是不是? 扔爛車窗不是問題 我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他愚蠢了 他扔了一扔進去嘛 扔了進去 有個人走了嘛 他在這裏 是嗎? 那我們先看看報導先啦 中區發生刑事毀壞案 在3號呢 就凌晨2點31分 一名的60歲的那位師兄 一名的60歲的那位師兄 假設去到光落道中行駛 去到大會堂呢 那據報那名男子在路中 那裡停不了車的應該是吧? 大會堂應該是吧? 停不了車 一來二來在路中間 怎麼會停給你啊? 是呀 懷疑那位師兄還沒在意 別人特意 都不能停了 一直向前走 那對方看到師兄不停車 那把手上的iPhone 是呀 就扔下去了 把他手上的暗氣 哇! 一個iPhone 剛剛就扔了在前座的車窗 那等遂 就過去之後呢 那司機就雖然爛了 但是沒有受傷 那司機呢 其實他心想 你扔什麼來呢? 可能開頭還沒知道什麼來的 你以為是磚頭來的 是的 扔一扔 飛手樽啊 我以為是 是呀 跟著呢 先在外長部那裡停下了 然後就報警 發覺呢 原來是一部電話 那麼 警方接報到場在附近一帶 就多指這個小看的男子 但是沒有發現 那張烈作刑事危惠案的 郊中區警署刑事調查組更進的 據說那次案的iPhone 因為沒有電而關了機 那警方正調查機主的身份 而追溯涉案男子歸案的 哦 原來沒有電 不用 還有發明器的 的士又沒得搭 吳家產 電話沒有電 又沒有電 叫人家來幫忙 你老母 我想叫車來都叫不了 但是都沒有來看狗的 沒有自己的電話扔進去的 不是 你不知道的 對不對 其實可能他都 喝大了 醉到都不知道那部是電話來的 那可能司機就心想 哎呀 總之原來是iPhone來的 算了 幾百元只有一隻槍 哈哈哈哈 但是他又報了警了 當然也不可以放過他 那沒有電很小意思而已 可能師兄就用Android機 不能即時充電 是吧 那下次最少都扔一隻LOW Volix 什麼AV 沒什麼殺傷力啊 不行啊 GV啊 你扔一下這些 我算了 如果我覺得 如果你扔LOW 你千萬不要扔利通牙 輕啊 哈哈哈哈 你扔一些C號 要重一點 你不會 不是啊 他扔東西就馬上開槍 可以 最好 那我電話 很聰明 然後就是踩油 我說什麼事啊 就是 現在你 大師姐教我們這些聲音 如果以後 就是疑似扔東西就搞了一個槍 沒錯啦 槍都不用爛 是不是啊 啊 行啊 截住我 那你問那些 方向信會有機會 拆到你的臉 那好啦 那其實呢 那有些朋友就說 捉不捉到呢 那就遲早捉到的 那怎麼 正常的手不甩掉的 但是他鎖了 蛤 但是他鎖了機 不好意思 警方是有機會 可以做到的 那是啦 那警方 當然做不做啦 衰事的 衰事的 警方的電腦就不知道解不解到 但是呢 因為他是我們香港政府嘛 那但是呢 iPhone那些好像每部機都有登記的嘛 是啊 是不是呢 啊 這個東西不難的 首先 但是你呢 如果以警方的科技 電腦科技 可不可以解到呢 不知道 是 不如我教你一個最白癡的方法啦 是怎樣的 其實呢 找點心加急 拿那張電話卡出來 我就知道機主是誰了 要不要開個iPhone呢 是啊 電都不用召 是啊 這個似其一 但是 如果以最正常 憑這部電話呢 當年呢 美國呢 政府呢 聯邦調查局呢 就去找Apple來開啦 打過官司的 就不肯幫你開 不肯立刻幫你開啊 他說不是不行 但是不肯立刻 因為當時呢 懷疑這個恐怖分子 要盡快拿到他的資料出來 那麼 FBI那邊就說 你要盡快給我 立刻給我 那麼 Apple那邊呢 就不行 你要跟著所有的程序 要一個月 但是呢 FBI他們自己都解釋到的 但是他們還要長久 他說要成兩個月 我想盡快 你現在盡快給我 行不行 不行 打過官司 是啊 最後呢 就是壞事 當日呢 但是你覺得我的方法聰不聰明 都聰明的 哦原來張卡是CSL的 喂 警察 查到機主 CSL 機主 所以 我那個電話被人擠了 我不知道在哪裏訂的 是嗎 行不行 那你說 你跟國官說 阿sir說真的 你跟國官說 是嗎 那你不會再拿 所以提提大家 訂就聰明一點 訂人家那部 好買 好啦 那其實隊長你有沒有聽過 就是有這些那樣呢 有這些那樣 那麽有趣的事情發生呢 所以 什麼啊 這些 我又沒試過被人訂 我也聽過 是 阿拉街褲 他不是上次在彩虹那裏 那裏被人搗過 幫他出來了 最慘的是 我們出過啊 我們好像不了了之 沒有辦法啊 你沒有傷人 就是這樣說 是不是 其實當時就是這樣說 你如果想警察認真一些 把這件案真的要查呢 嗯 就是牽涉到傷人性感 但是上次那件是沒有擲爛玻璃的嘛 爆了 爆了 就是沒有這樣碎了 因為它擋風玻璃的嘛 都爆了 都爆了 那希望呢 就 阿sir呢 有時候你不要說 哎呀沒有傷人啊 沒有性感 哎呀真的不是這樣 都是為壞 那被我鋪梯我的車 那個人這樣擲一擲 就是啦 哎呀沒有傷人啊 就是我們有時候 我想說一下呢 我們的司司機 有時候夜晚夜間這些 喂你你差人 都 啊 不是好 是不是叫做support 還是怎樣 就是我們我們感覺上 有時候很無主孤雲啊 很無奈 我都試過兩次的 就是在中環那裏 就是一次被人撕爛個羽黨 嗯 一次就撕爛個車牌 為什麼呢 你又蓋棋 拿order 關事就接了order 就是車來不了的啦 我又沒有開槍跟你說 問他去哪裡啊 為什麼大佬我真的有order 那他是要攔住你 那他就這樣喝醉酒 沒辦法的 那是喝醉酒 那你就報警 他覺得 總之他覺得你蓋旗 你就是握握 喂大佬我又沒有訪問你 又沒有 有order的嘛 對不對 就是你喝醉酒 你喝嗨了的 你都分開 喂他開你五百元去彎仔的 活該死啦 活該給你打眼 真的的 你怎麼問我都是的 雖然沒有啦 用暴力是不是 但是這些你說你搞他的 你這樣的 我都覺得 唉唉唉唉小小啦 始終都是你選一下嘛 你選一下再次 我們不是啊 我們不是啊 我們去這些 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些 現在去到 甚至乎我講了很多次 我都不在街上滾 嗯 真的放在一個靜點的地方啊 還要 適合燈子 是啊 你著燈都走過來的 是啊 就像那些飛蛾那樣 飛蛾就飛過來的 是啊 喂 自己慢慢看 眼睛好過啦 有時候走過來 你又不斷遞手 是不是呢 又不斷吃 你都集中不了啦 反而這樣靜靜地 在那裡喝水啊 攤透一下 反而還可以 就是少了這些 這樣的衝突 去這些 這些位置 真的 尤其是 還有呢 這樣說啊 譬如他走過來問你的時候 你很生氣的跟客人說 不好意思 我已經接了人了 很多都沒有東西的 是的 真的 他會理解的 但是譬如你走去 你去哪裡啊 你這樣問完呢 啊 現在的態度就不同了 是啊 是啊 就是選客了 有時候 還有啊 我都說試過了 被人罵了 我們不認識客的 你明白嗎 嗯 有人可能看到一群人站在那裡 折以為是 我就是你 我已經訂了這個客人 問一下你 喂 是不是去哪裡啊 然後馬上來的 他以為我們就是大小子 那些 我說不是 那你說我講話的技巧而已 我覺得下次我問 是不是你叫了我車啊 那我 可能要你這樣講 我就 那次 就是你不知道那個客人的 他又接你啊 我以為是他嘛 我們報了牌 報了盤牌 那時候是不是去沙鐵亞 他馬上就來了 那我就怎麼問呢 是不是叫了車 可能真的要加這句 我接了order 你是不是在元朗那位啊 可能真的要說這句 可能真的要說這句 這些技巧 是的 所以以後呢 我都很聰明了 一接了order 接著不動 去到 接著打個客人 再打一次 因為他本身 有時候就告訴我 那第二次我想你的經驗 報完我牌子之後 你叫了你豬頭 你不能記得了 不是我說 基本上是 很多都是 很多都不記得 有時候喝大兩杯那些 是的 所以就是 就是有時候 就是你關車可能你記得 然後狂打電話給你 在哪裡 嗯 要是就是 我不是的 你問我西門 我排隊的 為什麼你不打給我們 因為我要等他 我要等西門車我 排隊 是 是 我們 我沒有拿人著數的 嘩 好做 都好做 爬馬仔 是 剛剛想說 OK 好行的 快點正 回頭再來都還可以 很容易接到我 魚蛋檔就接到我了 是嗎 魚蛋檔 什麼 你們沒有光顧我 什麼魚蛋 是我開的 是嗎 在哪裡來的 是 水會邪在對面 是嗎 有空去刷魚蛋檔 當然好 有空去刷魚蛋檔 有魚蛋刷的 待會給你們看 真的刷魚蛋的 真的刷魚蛋的 大師姐 大師姐 大師姐的魚蛋 大師姐的魚蛋 我沒有去Serve 你問我們有沒有去魚蛋檔 大哥我怎麼回答你 真的 很奇怪 很奇怪 哎呀 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一定不可以遲到 師父 麻煩你 雲信車行 爸爸辛苦了這麼多年 是時候要報答他了 駕駛了幾十年的士 背起了整頭家 現在我們都出身了 到應該有分隔屬於自己的的士 讓他可以舒服自在地開工 雲信車行壓立業界幾十年 兩代經營專業 人情未並重 無論管理和買賣都妥善可靠 雲信 安心 幸福 您好 浩晉車行 有什麼幫到你 我們這裏 我們這裏自設車房 全日支援 車身維修 機件保養 代客收租 有時候我們的士司機 俗語說慘我做雞 如果人家跟你說魚蛋檔停 那你怎麼辦 中環魚蛋檔 那你 招牌真的叫魚蛋檔 是 我的印象 是 是 你這樣說 撐你 是 是 是 我可以說 是不是你開的 是 你早點說 魚蛋檔 前面有間魚紅院 我們兩個魚蛋檔很不行 現在 大家 魚紅院都可以開 我為什麼不可以開魚蛋檔 所以我就說你們 為什麼門面 不太配 我們印象中的魚蛋檔 不是這樣的 是高級地區 燈光不同了 那道高級地區 是魚蛋檔 什麼都看不到 正如我們隊長說 其實我們 我一向都說 魚蛋檔 還有一些粉紅 有隻腳板 蝦笑 然後有個笑 有個笑 大家明白這個 要笑的 那二命童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是嗎 是呀 由我第一次做節目已經說 尤其是以前的舊拍檔 鱷魚 是不是 他經常都不說 任何東西 他都說二次是雞 我認的 的士佬是雞 等同雞 首先 接送生涯 是嗎 就是四眼仔那些 車行老闆 就是開雞鬥 是呀 我們做打理 他歸功 歸功 我們做打理 就扯皮條 是扯皮條 司機就是雞了 沒錯 乘客就是嫖客 是呀 是呀 尤其是香港 都很像 都很像 尤其是 尤其是做歸功那個 因為他 申報了 那些城 就不是 是呀 那些 那些 有一點點 正常來說 應該是給他們的 代資 怎樣給他們 就是給了一間店 然後他再出給我們 是呀 我沒有去過 我沒有去過妓院清樓 不是呀 那你 是嗎 一樓一 我們這些一樓一 一樓一 我們這些單頭車主 一樓一 是呀 都可以這樣比喻 是嗎 我們這些 截車的 就是嫖客 是 一向被你嫖的 對不對 那我打電話 叫台 叫車的 都是馬夫 來的 接電話 咦 那些街主 電照女郎 是呀 是呀 不是 就是馬夫 哦 哦 原來 原來 上門的 接著會 在的士街 就是這樣構成的 是不是 別人以為 其實這些 有一點點是 自嘲 希望 當然 乘客司機 都會互相尊重 為什麼呢 今天要講到這樣 因為 剛剛好 今天我們去吧 聽到兵船 五百集 謝謝大家支持 去到五百集 那可能 這個動作現在很重要 不是這麼正統的五百集 因為之前呢 我們呢 就是又說 過去 我們以前去呢 是一三五這樣做的 是 每一個 每一日呢 就兩集 那可能那個計畫呢 有一點點 你要硬捉 就可能是五至五百集的 其實 但是我們 我們用我們的計畫 是呀 我們用我們的牌頭 是呀 剛剛五百集 那五百集 大約 我們九二百開台的 那 今天六月 那其實呢 這兩年零九個月呢 那當然呢 中間經過很多事情 剛剛我們開台那個時候 期間呢 就是這個運動 是 九月那個時候都還很厲害的 是吧 我記得我們 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 我們那時候還有討論過 顏色的 那段時間 是 是 還有去到那個時候 最厲害的 我們曾經差不多被迫呢 你知道我們舊廠那裏 是呀 嗯 真是有 網友在那裏 說要去那裏 報你 不是報我 因為有些事情 其實不是找我的 說真的 因為那裏那個 背景的問題 就說要去那裏的 而令到呢 就要拆招牌的 不是被人拆 自拆的 是 免得被人知道 要拿床自己 你明白嗎 要拿床自己 明白的 有人扮低級床 自保 是我 這樣 要為了 免得有一些麻煩的事情 是 自己把我招牌下架 不要被人知道 就是不會被人知道 我們實際地址 是呀 影響我們 曾經也是交通的問題 有些主持 就是我怎麼都來得到的 是 坐車好像是來的 有些主持 可能就會來不了 也都在考慮 也都 就說 真是低級床 還說是artist 因為有三部電話 不好意思 什麼三部電話 逛街的 因為要接客 我也是一個 哦 接客的 明白的了 你開魚蛋當我們明白的 是呀 我知道我多少當生意 有多少部電話 我認識了兩部 只有一部 我認識了一部 我認識了一部 不好意思 接著到我入主 我們先說一下那個經歷 就是多了我這個粉皮入主的時候 是因為 恩仔打電話來 嗯 說有人介紹 但是打電話來的時候 並不知道我的背景 是跟的士有關的 純粹試試找個人 有眼耳後臂 有手有腳 會說話的 然後 就在我們 那時候呢 我跟恩仔說 你不知道我先決條件是要什麼 要什麼 你想一下 就是以我的性格 很漂亮 哈哈哈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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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硬直被選進去可以Casting 怎知道在電話那裏Casting 我們的台是關於的士的時候 我就說的士我也認識一些 雖然我沒有車牌 但是我是的士養大的 然後他問了很多Base的東西 我是懂得回答的 我覺得你找其他Limo是不會回答的 是嗎 嗯 那接著就一直 運動開始平息之後 大家都知道了 暴疫了 暴疫我們一直就是 那個 當時那個焦點突然間去了就是 租金 是吧 大家都想一下 因為那時候突然間每天 有些主持 譬如Perser或華仔 他們都是做管理 哇每天收到很多又減租 接著我們 其實那時候 開頭我很記得的 我不是這麼想報的 真的 因為你會覺得 哇會不會搞到恐慌啊 哇這個疫症啊 會不會死多少人啊 但是看來 哇連這些大車行所有的都說不行了 減到非常之低 那麼就一直呢 就唯有 就都要說啦 是吧 而且當時呢 就希望呢 就是開心點 大家儘量都開心點 那些師兄怎麼捱呢 這樣是吧 一直這樣 那麼 中途也都當然有很多風波啦 律師信啦 嗯 律師信就最少收到三封啦 有個丁蟹纏著你啦 是啊 到現在都是的 繼續糾纏的 是不是是不是 繼續不離不棄 仍然未完的 沒錯 是啊 那經歷了 最經歷了一些東西的 我記得呢 我們比較多元化的 那時候呢 我們有外景啦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主題 靈魂拼敵啦 嗯 有教主煮食啦 嗯 其實我很深刻印象呢 說一下 我們是有整個爐子搬來 煮著來講的 其實對於我們來講都幾突破的 本來我們只是說話而已 沒錯 真是Idle 然後我們就要 塞著口含著東西 都要繼續說話啦 然後我們有試過去拍外景 就是一些展彩外景那些 是是是 我們有攝足這些啦 還有去介紹食物的 嗯 那講到外景其實呢 現在是很容易的 因為疫情就沒錯啦 是啊是啊 變了我們 就是那時候不是很方便 可能除了口罩去吃著東西 講話啦 因為其他人都要吃 你跟阿姨拍過東西啦 是啊 跟阿姨姐姐 這個這個挺有趣 因為我們整個團隊是 整個短片的計劃出來啦 我撈了一些導演的東西啦 一起去玩這件事啦 然後大家看到那個很短的時間 其實我們用了差不多兩天 因為每天我們還要去 頭疊三天左右啦 但是大家就看到很少的東西啦 雖然十幾分鐘的東西 嗯 這個我也覺得挺好玩的 你有沒有在那裏播過呀 有沒有在Yo播過呀 喂 條片Yo的 我知道你有沒有播過呀 我不知道 當然有啦 當然有啦 然後我們是紅到上了 我老公嫁了給阿姨那個群組的 嗯 人家就挺好 KWA的 他們可能不知道 其實是我們出品啦 是啊 好像變成了阿姨出品 但是其實那個收視都很高的 我記得當時 這個都是我們覺得 其中覺得挺好玩的東西來的 那也包括我們的打算台慶啦 是啊 船P 船P 那就沒辦法了 當然沒有啦 我們晚中期都 你們數到六九幅幾 現在變回九 不是啦 幾辛苦啊 八九 還有八九 對 六九 什麼六九 我數過八九 剛剛操到六九 沒練到八九 那告吹了啦 但是我們都承諾了 我們的粉絲 我們呢 在未來過了疫情的時候 我們仍然是會搞這件事的 會會會 還有我們越送越多東西啦 是啊 就打算請吃飯啦 老闆 誰知道都是 閒聚靈 又爆 不知道第幾波趕 第五波 打算就來就行了 不是第四波 現在好像差我們三十多餐 很多啦 三百多餐 三百多餐 那當然啦 其實希望大家體諒一下 我們都是一班的士路來的 真的是 一班艇路來的 那質素的 就 是不是煮飯呢 我覺得質素裏面 就是越做越好的 老實說 就是越做越有默契啦 大家越做越上手 那些東西 就可能之前有些不足 我們都越來越改善的 還有我們搬廠啦 是啊 搬廠 最大了 搬廠是最辛苦的事 屬於我們自己的廠房 是不是 是啊 那就是新投資者啦 要逆手啦 要逆手 很厲害的我們 那一刻 有投資者不怕 多謝老闆 就來啦 那轉了之後呢 其實呢 我自己感覺到收視 還有那個回響呢 就開始 可能因為疫情關係啦 不要說哪個老闆 都當啦 疫情向好了之後呢 那大家可能呢 就 認同了我們多些啦 還有我們做了 互動多了 互動多了 因為我們做了直播 直播 是啊 那我們都堅持多了 每天 我們升 三年來 我們是沒有停過節目的 是一至五啊 一至五啊 還有我覺得直播那件事的好處就是 那些 直播人數呢 其實真的算是多的 嗯 一直開始上升 我們有看到過百 還有我告訴你 我要說一件事 有一些可能過萬的 所謂的歌手呢 他的直播呢 可能都只有幾十人 我們都已經過了百 其實非常之鼓舞的 多謝多謝 多謝各位留言 每位留言的 我經常都說你罵都沒有緊要的 最緊要你真的有看我們的節目 沒錯沒錯 那希望大家就是 體諒我們 那麼多位同事辛苦啦 我再要強調多次 在那麼多年 社會運動加上疫情那麼嚴重呢 我們是沒有停過的 每日一至五我們都繼續有 多艱難 我們都有 就說今天下大雨啊 明天下大雨啊 什麼風暴 我們都分了一個的 是啦 可能會遲而已 但是我們都會到的 嗯 因為為什麼呢 我自己個人呢 其實可以想到很多 嘩 怎麼辦啊 打到這樣 嘩 你來做啊 扮剛剛先啊 其實他們不會明白呢 在車程裡面呢 我們都真的有點難的 那時候有風路啊 是啊 或者爆到這樣 山地鐵啊 或者那時候 會連口罩都一個口罩籃球 就是口罩流離出街的嘛 嗯 始終雖然可能有些質素 也有參差啦 希望大家真的體諒一下 我們不是專業的嘛 是吧 我們越來越專業了 你專業的啦 你畢業的啦 是吧 承諾大家啦 那外景可能會慢慢逐步 逐步恢復 有新環節出現的 嗯 因為教主 都可以給我們一些想法 是吧 是啊 都是啦 歡迎你提供議題 那麼教主那邊呢 就是因為真的 食肆還沒開燈燈 還有最主要的教主 是找到金主嘛 哦 那也就是啊 他現在不是這麼恨的嘛 不恨這些 這些這些 這些這些 你虛名的 沒錯啦 金主不喜歡拋頭露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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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真的給我們一些 一些意見給我們啦 我們想 因為幾個人想 始終也有限 越多一些觀眾 我們其實呢 都會聽一下大家的意見 一定會聽一下 還有我們都可能 想做一些互動的活動的 就是可能短聚啊 這些都可以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用來參加 或者我們在 未來疫情過後 限聚令之後 可以做到這些活動啦 就是和大家 我們的粉絲 可以近距來接觸啦 我相信呢 我們可能出來呢 我們的粉絲有多個威威的 很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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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姐是會做三點職的 不是的嗎 不是的嗎 是的 一定點 真是一條 差不多 最後呢 多謝當然啦 多謝我們的 那麼多位同事啦 勞虎公公的同事啦 還有多問 多謝 老闆啦 還有呢 多謝那麼多位 支持我們的客戶啦 當然呢 有些是有出出入入啦 但是呢 總之你支持過我 都是很衷心 很感謝大家的 很感激你的 最最最最 當然是 還有多謝我們的贊助啦 可以問我們都很多謝 是啊 當然呢 最緊要就是 這麼多位觀眾啦 是嗎 這是很緊要的 繼續 讓我們約會 繼續訂閱 支持我們喔 繼續留言 繼續訂閱 繼續收看 好了 今天五百集差不多 那麼下星期 下星期都有一些小小特備的 有些東西 又要賣關節嗎 有的 下星期都有些嘉賓啦 大家聊聊天 可能呢 令到大家會有 很觸碰啊 是不是 好 那下星期是什麼 當然是下個問題啦 當然不說什麼啦 OK 那麼下星期一直播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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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司機麻煩去 去… 你不是… 是,我是 蛤? 招職哥,你不是去爭坐管嗎? 為何去駕駛的士? 駕駛的士,時間又彈性又找到 又不用怕被人抓 又不用打得殺殺 我也有想過駕駛的士溫飾 不過我又不… 跟我吧 蛤?你不是重糧嗎? 不好意思,職業病 你知道我以前都很累了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上的士司機課程 哪有人天生會駕駛的士 不過我又沒有招職哥,你這麼有錢 買的士自己駕駛 什麼?一架? 四架了 是的…四架的士 沒有錢的就租了,幾個水一間 咦?那我就可以租招職哥的士 傻的你! 放租的東西是我做的嗎? 又是你叫我租的 那人家有的士塘管服務 還包含維修保養 還幫我收租 還要我自己教嗎? 啊,拿著這張卡片 這間東西一條龍都搞定了 我上次上去都可以簽個名字 你自己上去吧 如果還想知道更多 可以打24488805 找香港專業車行瞭解一下 也可以上這個網址 這樣就看到一清二楚了 開的士都可以很招職的 咦?阿熙,為何這麼瘦? 找車子開工 找車子當然是找聯泰 但這裡有很多車行 那些不用管那麼多了 聯泰只得一間 聯泰組織完善 聯泰自號佬 聯泰規模大 聯泰服務街 租車打理買賣 找聯泰 2,3,8,6,6,6,7,2 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循環呢? 如果是的話 立刻點到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給個Like和Share 跟我們一起聊天 Yo!